本回合美军有异军的增援 异军入场的规则是这样的 第一集团军玩家 在第六回合集齐以后的几方玩家回合开始时 可以声明是否将异军投入战场 同样 第八集团军玩家 也可以在第六回合集齐以后的几方玩家回合开始时 声明是否将异军投入战场 游戏结束前 任意一方玩家都可以声明使用异军 玩家一旦声明使用异军 在其玩家回合开始时 异军所属的所有单位作为其增援登场 若游戏结束时 美军 无论是第一集团军 还是第八集团军 没有控制东京中心区的话 则作为惩罚 声明将异军投入战场的玩家失去3VP 第一集团军有一个古元 兵力足够所以不需要用异军 karma 考虑 如镜 christまぁ Huh 开始第一场战斗 跨河攻击 攻击力减半 6比1 东京市区为左一两列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 最终变为5比1 5比1的3 第一 防御方被消灭 进入下一场战斗 是逃兵 这里不敢站后停进 要是停进的话 指挥部就要被偷了 然后下一场战斗 跨河攻击 攻击力减半 1比1 东京市区为左一两列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 最终变为1比2 投了个2 第2 防御方撤退一格 这里忘了放标记和加胜利点了 不过右侧的显示框里是加了胜利点的 第一级堂军所有行动结束 第8级堂军本回合补员也是一个 另外 也不需要用一军 后面部队太多了 感觉有点斩不开阵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我们让我们 kier下来 这一本期间uyor 所以带来 有点满路 那边 尾声 有点满路 上 二位 明儿 还有 逅 渡 渡 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跨核攻击 攻击力减半 2比1 东京市区为左1两列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1列 最终变为1比1 投出的1 BX 双方各有一个参战单位被消灭 然后下一场战斗 5比1 东京市区为左1两列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1列 最终变为4比1 投出2 BX 防御方被消灭 然后下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3比1 村庄为左1一列 最终变为2比1 投出的1 BX 双方各有一个参战单位被消灭 进入下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9比1 村庄为左1一列 战斗力比大于等于7比1的 都按7比1来计算 投出葛6 BX 好吗 两场战斗 美军两个坦克部队都被遇碎了 这个要了亲命了 两格的战后挺进速度本是最后几局的得分杀手减的 这下可好了 进入下一场战斗 1比1 荒帝是左1一列 最终变为1比2 1比2的1 第2 防御方撤退一格 第8集 旁军所有行动结束 日军本回合 补原是2 预备队也为2 这里预备队是多走了一格 下回合给它退回去 本回合日军感觉不需要攻击 防守就好 那么 日军所有行动都结束了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 美军第一集堂军已经打进了东京市区 没什么注意的 主要看战斗表现了 另外就是看北面的两个攻击水护的部队 面对三个日军的战略预备队 是否能成功击退日军占领水护 水护的三点胜利点可能会决定输赢 西部战区 第八集堂军大多都越过了多摩川 下回合需要分两路进攻 一路是向北突破峡山 向板户和松山挺进 不过最后两个回合要打到雄谷的话 感觉就有些困难了 另一路就是越过荒川 进攻普和 川口和大公 本回合失去了两个坦克部队 不然下回合坦克部队的两个挺进速度 就有可能占领普和 川口和大公的其中两个得分点了 所以第八集堂军在得分点的压力上 要比第一集团军大很多 如果第一集堂军能把水护占领了的话 第八集堂军想赢就非常困难了 好了 第六回合就到这里结束了 第八集堂军想赢就非常困难了